今天呢我们就尝试摆脱市售的东阴公汤料 亲手做一碗地道的东阴公青汤和粉吧 主料有虾、草菇和和粉 香茅草、南姜、柠檬叶、辣椒和青柠檬 红松头和香菜、椰子油、鱼露和棕榈糖 先把食材切好 红松头一两个切丝 香茅草一根把白色的部分切片 南姜切出素 一两根潮田椒切开 喜欢更辣一点的话切碎也行 先在汤锅里放椰子油 中火加热后把红松头、南姜、辣椒和香茅草都放到锅里煸炒一下 直接加两碗水煮开 把草菇和柠檬叶都切开 一起放到汤里 加盖煮10分钟左右 煮汤的时候我们来处理虾 把虾足、虾腔和虾须都剪掉 剔出虾线 有四五只虾就可以了 处理好放进汤里 虾一变色 就加入10克的棕榈糖和15毫升鱼露 这时候要把和粉在另外一个锅里剥散煮熟 和粉直接装在碗里 捞出煮好的虾和草菇 淋上东櫻公汤 挤上清凝汁 最后撒上柠檬叶的细丝和香菜叶就可以享用了 大多数的泰餐厅呢 大家吃到的东櫻公汤都是略浑浊的 是因为做法里面加入了淡奶和东櫻公酱料 今天呢我们做的这款清汤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你喜欢的各种食材 螃蟹啊蛤蜊啊蔬菜都很好 希望经过不断的尝试 大家都能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一碗东櫻公清汤 你学会了吗 另外想看小丽做什么菜 录什么主题的视频 都可以在这条视频下留言给我 说不定下一条视频就是为您专门定制的 每周五早上更新 别忘了加关注 转发点赞哦